观众朋友民进党另外一个警讯 一点都不轻松很难应对啊 居然是他的医护铁票区 现在开始松动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就从九合一陈时中落选落败之后 大家一路观察到现在2024要选了 还没吃血吗 这次的总统大选其实对于所谓蓝绿白 三个政党来讲我认为都会面临到 基本盘要重新重组的一个现象 而且在最近绿营里面发出一个警讯 认为说过去一项被视之为叫做挺绿的医护人员 很有可能在这一次会面临到板块 政治板块大幅位移的状态 为什么我们先回来看 国民党总统这个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之前发讲说他其实要挺医护 为什么因为讲说医护人员 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做功德 所以他抛出一些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对于医护的一些所谓的政策的目标 其中有提出讲说要帮护理师加薪一万块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提出来之后 更具体的部分还包含到说 要重新检讨整体的健保支付的制度 还有健保浮动点值要以1.1元作为目标 甚至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互并比的部分 也说要用三班的这样一个方式 重要的是不是只有口头上说要让他入罚 好 观众朋友你记得吗 就在去年年底医护上街头 他们也认为该他们的为什么政府都忽略 他们怎么把自己做得这么显悍 结果赵少康的发言拖住了他们 接住了他们不再让他们是狗废火车 哇 这样的一条政见对于医护会产生 怎么样的一个撼动效应 当然我们提到就是因为赵少康提出来 是说这个健保支付的制度要重新做回调整 那这个当然包含就是健保费的这样一个收取 还有过去一直被增值了 比如说被增值到比如说在医药的给付的比例上面 但问题是呢 当他现在跟你讲说 我今天朝向要把这个东西 让他入罚 对于医护人员来讲 是提供更有保障的时候 我告诉你 其实在一些这个所谓的医护的群租里面 居然就有人开始讲说 我告诉你 第一次说今生第一次要投给国民党 这个是多大的一个警讯 你刚刚提到了 医护这一块 过去向来是绿营的稳定的票仓 一路支持 结果现在开始有松动了 可能过去都投绿投绿投绿 现在这票又投蓝营了吗 而且这样一个松动的现象 甚至连过去一项挺绿的 或者挺绿色彩鲜明的 这些所谓的医护界人士 都有对民进党提出警讯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那个时候陈时中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时候 一直强调就是因为防疫有功 可是防疫的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一个两面 也就是你觉得自己守得很好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其实用非常多的医护人员 在第一线的牺牲奉献 还有许多 包含我们所有的国民 大家在那个地方 一起在努力所撑下来 所以陈时中那时候代表民进党参选 台北市市长的时候落败 甚至现在也提到说 在这个台中中二选区 代表民进党继续要争取立委 连任的这个林静怡来讲 也传出选情 其实老实讲 他也非常努力在争 那其实现在大家看起来 他也医生 所以他可能会被波及到 这两个其实都是医界里面非常重要 在绿营里面非常重要的代表 那结果呢 现在就讲说 其实因为执政长在过去 没有针对具体的医疗健保 提出改革这个亮点 而且再来就是说什么 你知道 因为一句做功德的这件事情 让医界都会觉得说 我不是永远都在跟你做功德 所以现在连我刚提到说 像施景中他还提出来讲说 大家不要说要冷静 你不要为了教训赖清德 而最后教训到了自己 好 这个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林静怡的这一席 这么重要 压力大到一个 他可能会不会是 辐射出去的破口之一 你看一个人 蔡英文总统 一个星期的时间 居然连来一次 两次 三次 你什么时候看到总统去一个立委选区 直接去三次的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蔡英文甚至强调说 在中俄选区的部分 是所谓的关键指标 她说如果林静怡能够过关 就代表中俄选区 真正摆脱地方家族政治的拘束 当然这个是绿营自己本身的说法 但我们就回来看中俄选区 这个地方的政治板块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习遍林静怡在上次立委补选的时候赢了 而且在这之前 事实上是由这个所谓的清律的 这个陈柏惟拿到了立委了 可是你会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 难道政治版图 已经完全变成绿营的了吗 你从蔡英文 这个一个礼拜内 要连续跑三次 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 绿营是一点都不敢松懈 刚刚讲到林静怡 为什么总统一个星期要来三次 医师的这个 所谓的医护的板块挪移 她会不会扫到台风尾 除了中央对于医护政策 你没有去接触 没有去察觉到 他们的不满之外 林静怡是不是自己 也有做不到的地方 现在居然这个名医 林静怡也卷入了 学伦的争议 难道连她的学历 连她的论文 现在也真真假假 卷入了什么样的 一个被怀疑的情况 那这个是由国民党的 前立委蔡振元 她其实出来指控说 林静怡的硕士论文 经过所谓的台大的 比对系统之后 她其实指控说 她的重复率达到27% 一是涉嫌抄袭 甚至来讲说 林静怡的硕士论文 7,052个字当中 抄袭重复的有1,904 那当然呢 对于这个04个字 那当然对林静怡来讲 她立刻提出这个反驳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我跟你讲 她甚至还开这个什么 你知道开直播 然后讲说 我今天是做这个 医学上面的论文 跟一般社会科学论文不同 所以第一个不能用字数来说 第二个她也讲说 你讲我重复你 你具体举出来 甚至你知道 她说你今天蔡振宇 就是要帮忙转移焦点 因为林静怡说 她之前才来指控 盐宽恒 有什么六千万的 这样一个 一个争议的这件事情 结果你知道吗 她反过来 就说你讲我论文 我告诉你 我们来辩论 结果她就说 盐宽恒你也固有 国外的这个学历 那你是不是学历造假 她说不然这样 你把那个 在美国留学的证据拿出来 有没有生活照片 有没有什么 结果盐宽恒就立刻就说 我有毕业证书 就代表我真的有毕业 至于照片我找一找 不过呢 这个林静怡居然还讲说 不然这样好了 你说你在国外留学 不然我们用英文 来讨论我们的 这个论文的内容 所以现在看起来 林静怡确实 在这件事情上面 遇到了一个很大压力 你想想看 她开直播 居然泪撒直播间 就让大家发现到 很有可能选情的 这个紧绷的压力 就出现在林静怡的身上 对林静怡来讲 为什么这一次 这么难选 压力这么大 因为当然没错 她对决的是颜宽恒 可是她真正对上 其实卢妈妈市长 卢秀燕 其实你看得到 国民党在这一次选举 选举里面 把中部这个地方 整个的领头羊的部分 就让台中市长卢秀燕 来负责整个的这个局面 包含到说 蓝白的和这个 合作的示范区 也在台中 那你在上面 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卢秀燕 现在在选前黄金中 也都陪着颜宽恒扫街 甚至都会讲说她会当最配合度最高的这个助选员 那当然卢秀燕自己本身在中部地区里面 你就去全力去拉抬这个所谓民众党之外 其实在旁边的这个颜宽 也相对受到拉抬 所以你看到市民看到卢秀燕的时候 其实都觉得亲切感非常非常高 都还甚至高喊说 她是妈妈市长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 在决战中台湾的这个地方 国民党的策略 让这个所谓的赵绍康打北部 侯友宜打南部 让卢秀燕成为所谓的中霸天的这一个 确实有差非常多 为什么你知道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台中不只是成为蓝白河的 这个所谓的示范区 甚至在侯友宜整个身世 当时大家认为最低迷的时候 侯友宜也是 这个卢秀燕也是率先站出来 表达挺侯的这个决心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以台中来讲 目前立委席是总席是8席 台中民进党其实占了6席 那这一次国民党试图在这里翻盘 所以他们推出所谓F4的组合 甚至喊出所谓的8加 加1 加1就是加到这个民众党这个 结果你知道吗 当时卢秀燕曾经喊过说 我台中很多建设 中央你其实你看 三大建设中央一毛都不给 甚至喊说 那我们国民党的立委在哪里 你知道这个话语 立刻在蓝营里面发酵 很多人都觉得说 对啊 我们在中部既然 市长是这个 所谓的国民党执政 立委的部分 我们怎么能够缺席到这么多 反而蓝军在蓝白相争当中 还抓住了这个话语权 甚至有人讲说 现在中部 反而成为国民党高度凝聚 向心于一个铁票区 好所以 靖言我们看到了 卢市长 他不用跟你大小声 他光是用地方震慑 要不到一毛的经费 他就轻易催出了 讨厌民进党的氛围 好啦 你看到一手拉起了盐宽衡 一手拉起了蔡壁如 如何两个选区相互帮衬 水帮鱼帮水 卢秀燕本身就是国民党 在中部地区 台中这个地方 我们最强的助选 也是最强的母纪 国民党现任 我们在台中八席六 我们现在只有两席 但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两个关键的选区 一个就是中一 一个就是中二 中一选区 过往 蔡其昌 大家认为说 他基本上 应该是可以亲戚过关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周 赖清德 还特别前往去替蔡其昌 补选 为什么 就代表说蔡其昌的选区 看起来也出现变化 而且我们知道 中一这个选区比较特别 国民党这一次没有提名 因为卢市长希望说 我们在这边可以推蓝白盒 所以我们是全力去支持蔡碧如 而且现在看起来 蔡碧如的表现是还不错 对蔡其昌造成威胁 所以赖清德才要特别到 这个中一选区 去替蔡其昌辅选 拜托选举只剩两周 总统候选人应该是要去抢救 这些比较 这个五五波 甚至是比较危急的选区 结果没想到赖清德还特别去 挺了自己 同样是新潮流的好兄弟蔡其昌 可见现在也危险了 那更没有两周刚才提到 蔡总统还特别 一周去看林静怡三次 所以这个东西开始 有一种连带横向的相互 往上拉扯的一个效果 为什么 这个画面导播我们继续看 当他一手拉起了蔡碧如的时候 我们蓝营全力支持蔡碧如 让他胜选蓝白多一席 看在严宽恒这一区的眼里 民众党的选民会怎么想 那边就让我们收听 这边我们也灌到严宽恒 选票就是没灌上去了 没错因为我自己就是杀戮人 我们老家就在杀戮 离清水非常近 正好是第一选区跟第二选区的交界 所以说第一选区的选情如何 也会影响到第二选区 第二选区的效应如何 也会影响到第一选区 所以卢秀恩这样子做 很明显同时拉抬这两个选区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期报新文会员 跟郡相一起挖跟降 先来吧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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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